好,來Peter,那我接下來接這一位老朋友啊 這個你應該也很想念他 來,5030,5030你開麥? 5030來了 喂,有聽到嗎? 有,來5030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28歲在嘉義 好,28歲嘉義的網友,好,來5030來 那個你今天想要問什麼? 其實我今天比較沒有話要跟教授聊 因為我之前是 想比較聊就是那個台灣的事情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要聊那個談選舉的是不是? 台北市場選舉的這個 對啊,就我問你就是 開場我跟Peter才聊過這個啊,可以啊也可以啊 Pieter Cohen沒有限定話題的,我們可以聊啊,來 啊,我們可以聊啊,來 欸,就是 下午的那個辯論你有看過嗎? 有有有 你有完整的看完嗎? 呃,我差不多都看完了,嘿 你是看哪一台的? 因為你怎麼還是 靠邊,哪一台辯論內容不都一樣? 啊,哪會有差? 啊,他就是直播的都一樣內容啊 沒有,公司他有那個,還有那個來賓在那邊討論 那是以後吧,結束以後的討論 他辯論的那個內容是一樣的嗎? 喔 欸,最好是一樣的 欸,欸,好,所以呢? 對嘛,所以我是想 因為剛好也是 台灣最近要選舉嘛 所以想說 稍微來講一下這個,因為剛好今天又有那個 北市的那個 好啊,好啊,說啊 欸 就是,你不會覺得就是 台北的這個 地價就是 要高啊 有沒有,像那個 電視裡面也是有人提到這個問題 房價房數都很高啊 是啊 欸 對啊 所以你覺得 這應該要怎麼解決? 幹你把我當黃三三還是 還是 還是講話案 我 就 多 多蓋社會住宅吧 多賺一點錢嗎? 幹,不然怎麼解決 就這樣啊 對啊 對啊,他們的回答跟你是差不多啊 對啊 那不然等一下,那個小弟我才輸學錢 請問Peter,那你覺得這要怎麼解決? 哎呀,台灣現在經濟 基本上是 除以這種半停滯的狀態中 對啊,老百姓的那個得到的好處不多 其實兩岸如果說不要這麼緊張的話 其實台灣年輕人有很多選項啊 比如說5030啊 5030你沒有去過大陸嘛,對吧 你要到大陸去發展 說不定這個 空間會更大呀 你就不見得在台北買房 你可以到上海買房啊 幹,上海更貴啦 不好意思,我剛剛罵髒話 上海更貴 找到工作啊 收入也不低啊 去租還好 去租還買 我們還是先拉回台灣好了 因為對啊,就像你剛剛講的嘛 對不對 賺錢 不然就是 公宅社宅蓋上去 對不對 對啊 不然還有什麼其他方法 不然去嘉義啊 去嘉義買 我們就先講在台北的話 對啊 其他三萬獲取的人 其實講的 也都大成小一點 對不對 其實不管是以前是現在 我相信未來也是 他們講政策 我想大概也是這樣子 如果說要解決這個住房問題 我問一下 三年 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我這個問題必須問你 難得是教授提問 好,來 不好意思 我要請教授 教授提問 因為他年輕人嘛 哎好 呃 你對這個民進黨 參議院執政這麼多年 你滿意嗎 你覺得有實際的那個 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你覺得 還希望 民進黨當局啊 繼續執政 咱們先通台北 退一下 我想先一步一步慢慢來聊好不好 這個問題我等一下再回看 哦好好好 他先聊他房子的問題 不好意思 教授不要插嘴 哈哈哈哈 好開玩笑 而且你看哦 你看哦 你說你說 他們 就是他們都是在 在討論的議題 就是說 哎 台北人口流失 你會很擔心嗎 因為這個房價 為什麼 台北人口流失 我擔不擔心 我其實擔心啊 因為這個 對一個城市就 就 就感覺就死氣沉沉的嘛 那種感覺 但是我問你 今天台北的房價會這麼高 不就是因為台北人口過多 過於集中的原因 所以才導致 房價這麼高嗎 不是嗎 你覺得 不是 人口流失也沒降下來啊 他不只是 人口的關係啊 他有很多 很多其他因素啦 因為房子他除了是 人的住的東西 他同時還是一種 一種投資商品 所以他 但是他也是 我覺得他也是一種地區品 對對對 所以他 他不能 完全以人口為依歸啦 他有的時候 他也有投資的那種功用 所以 嗯 他也跟整體經濟 繁不繁榮有關啦 那所以你是 人口會流失嗎 的話 以台北的這個狀況來看 你會擔心 我會擔心人口流失啊 對啊 人口流失那個整個 整個那個 商業就不繁榮啊 那大家就 小生意過得不好 但是你看喔 但是你看喔 整個台灣2000多萬人 我們有好像將近多少人口 不曉得 好像有好幾百萬的人 都是在雙北地區的 你知道嗎 對700萬 對 將近700萬 如果說在包含 包含那個 鄰近的桃園 喔那就更多 不知道有沒有1000萬 有有有有 是不是 快1000萬了 那是不是 對是不是將近 台灣有一半以上人口 都是 在北部 對 住在這個 雙北跟桃園 桃園以北 加新竹 新竹以北 對 所以你知道這個 現象 造成這個現象 說我們的北部 過於擁擠 尤其是雙北 對不對 恩 因為我們的人口 都是往北部那邊投嘛 恩 然後 造成說 我們的人口 過於集中在北部這邊 恩 所以我們可以去大陸發展 你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不是 所以 你覺不覺得 今天就是因為我們的人口 過於集中在雙北地區 然後導致雙北的這個 房價過於的高昂 對不對 所以這個才是原因啊 靠北我就跟你講 這個不只是人的問題 還有 但是 但是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啦好啦也是啦 但是你人要少到一個程度 讓房價下跌 那那個 整體經濟的打擊又很大 不是這樣講的啦 那其實 房價上 對我知道啊 就是說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 整體的上漲 那它自然會帶動 房價的上漲 所以房價上漲跟經濟繁榮 它基本上是一個正相關的關係 那只是你要跟這個 經濟要一起搭起來 我覺得台灣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薪水都沒有漲啦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怪我們為什麼20多年沒有漲薪水 才會導致所有的經濟成長都灌在房價 還有其他上面 股票 但是大家的薪水卻不漲 所以才會對大家來講購房壓力很大 好我講完了 比講完漢還好 我再繼續講下去 所以那時候 他們在聊一個 這個議題的時候 你要講的重點是什麼啦 我繼續講嘛 你知道就知道了 他們就講到說啊就是因為 台北這邊高房價嘛 對不對 導致說台北人口持續流失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保住台北人口 對不對 我們就要做什麼 比如說蓋社宅啊 對不對 把這個 社宅的數量 給弄上去 是不是人口才會保住 你不會讓人口 流失出去 所以我這邊 我的想法就不一樣了 我認為 我們現在要做的 應該是要把人口 梳開 把我們北部 台北新北跟台灣的人口 輸開 輸開到哪邊 輸開到中南部去 到嘉義是不是 你看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就是雲林啊 嘉義啊 你看 你看喔 台灣的平原是不是 其實主要是 在西部這邊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人口 他說卻往 北部密集的集中 這造成說就是我們的 北部人口 過於密集 但是我們西部其實還有很多 這個空間嘛 對不對 而且中南部這邊 地價什麼的 也相對北部來講 可能沒有那麼高嘛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說 我們現在 就是另外一種 思考嘛 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要把北部的人口 輸開到 中南部的 其他地方去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對我們這個 雙北的房價壓力 是不是比較不會 那個 等一下 Peter 先讓我來 那個5030 我跟你講 聽你剛剛這樣講 我告訴你 那你應該要支持一個政黨 你應該要支持一個 你應該要支持 中國共產黨 因為他們 他們就有這種 為了區域經濟發展 然後把人口 遷移到一個地方 然後去促進那個地方 經濟發展這種政策 中國共產黨做的還蠻好的 那所以 基於你個人的這個理念 我覺得你應該 應該要去支持的是 中國共產黨 那目前來講 藍綠兩黨 可能都 不太會 照你這種理念去做 所以 我想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 你這種 均衡區域發展 然後人口遷移去發展 你確定 中國共產黨有嗎 有有有 中國共產黨 他有 他很多跑去新疆開墾啊 很多漢人都去新疆開墾啊 屯墾團還是什麼的 現在瘋狂湧向他們的 你去研究一下 如果你真的這個是你的理念的話 可能 我看 我目前理解 可能只有中國共產黨 能夠 幫你達成這個理想 不好意思 Peter 你說 我覺得 我就是想說的話 如果說5030你想的 其實你這種想法啊 你這個設計啊 也不會完全說是 不現實 共產黨就這樣做的 比如說 他跟我講的一樣 我就想說這個 甘肅閃銷困地區 而且又是損害生態的一些地區 他把這些移民啊 把它挪出來 是吧 到其他一些資源環境更好一些 去工作 然後就創造收入 所以說真的 那個5030要 你覺得真的為台灣的前途啊 台灣的未來啊 台灣年輕人早上 好好看一下中國大陸的一些 那個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的一些那個走過的路 一些經歷 可能對你會有很大的期望 甚至呢 對你一些看法也會有改變 如果這個是你的理念啦 那中國共產黨這個作為還蠻符合你的理念的 我就是論事嘛 我就是論事 我覺得共產黨就到旁邊歇著吧 好不好 我們繼續再講 我們先不聊共產黨 我們還是繼續先講 好好好 來 我跟你說 我認為其實大家一直拼命的想要把人口有在雙北 甚至擔心人口外有 我覺得其實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 你不要把 你不只是要把 你說你不只是不用擔心人口外有 你還應該想方策法的 把雙北 台灣北部地方人口給出開來 出散開來 出散到 明明知道那個 西部 中南部那邊去 嗯